现在你看赖清德在上台了之后 大家对于两岸关系更加的悲观 更加的悲观 像我看他都还没就任 这个法务部要开始来查 什么认知战的问题 一直要看有没有假讯息 然后我在想 那还要不要交流 两岸之间的那种民间的交流 过去我们在看说 好吧都选完了 是不是可以稍微恢复了些 因为之前尤其在选前 格外的敏感 你就连跑一趟大路 那都会被什么 都会被扣上红帽子 然后都会被质疑 是不是有什么 有收到什么样的利益 现在好了吧 那现在选完了 难道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以现在目前介大使 你的观察呢 你看这个两岸的关系呢 到底有没有机会 可以稍微和缓一些呢 不太容易 因为这个台独 没有这个诱因 对台独基本教育派是希望 两岸的交流是越来越少越好 包括经贸交流 即使对台湾有利 他认为就是说 这是造成台湾对大陆的这种依赖性 这种依赖性要越少越好 所以我认为他们本质上 就不希望见到两岸交流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你看赖清德他在提名这个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他男性第一名是沈柏阳 黑熊学院院长 他们代表是内部肃清 他们是他们的目标是所谓岛内的 岛内的协力者 他们的目标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 自己觉得站得住脚步的时候 自己觉得控制住的情势的时候 我觉得内部肃清是绝对会做的 这个工具也有了 他这个反分裂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反渗透法 这都工具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很做这一块 这一块会做的很做 做的更积极了 做的更积极 那大陆经济要断就断 对 长痛不如短痛 是 对这样子 他们都无所谓了 这个基本教育派是这样 基本教育派是这样 对他不太在乎了 可是像南台湾 其实还是有他们的一些支持者 那这些农渔民怎么办呢 你看像现在才刚选完 隔天 就传出来说石斑鱼怎么样 好像又被封了 那么屏东养殖户呢 就说现在是有在传 而且说之前获准放行的 七家进不去 那类似像这样的讯息 这样的事件 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 那更不用说您刚刚讲到 就是ECFA 其实现在大家也高度的关注 对 接大使 我认为他 他如果要去补救的话 老酒就可以做了 对 老酒就可以做了 你比如说你进大陆 2509项 你就开放500项 这就是可以谈判 对ECFA留着 我这边 你希望开什么 我可以先开500项 500项 对 那要不然就大家 他说要去WTS商 我都搞不清楚了 ECFA是双边的跑WTS要干嘛 对 对 对 两边就可以协商了嘛 那就开条件了嘛 他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啊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助选 选举的一个 对他有利的 对他在 他在扩张 那另外一方面 我认为台北台北基本要是他希望两岸是 关系是越疏远越好 他们是要跟这个世界连结也不要跟大陆连结 所以大陆显然就应该能够预期的到 就赖清德上台之后的做法会是如此 那所以现在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大陆方面将如何出手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像是这个EFA 那这个效益恐怕只会越来越小 尤其像是这个早收中指的部分 你看石化业 纺织业 工具机啦 汽车零组件啦 其实这些呢都是有可能受到影响的 那你一旦你看像我们最近就已经观察到说 近年来大家看近年来这个EFA 这个早收清单货品出口 是逐渐的在往下衰退中 那么刚刚我所提到的主要的这几个产业 当然都是被波及的 然后这里面有非常之多的一些项目 那你看像这个去年台湾机械出口值就掉了15.3% 那传统产业里面的纺织的部分 甚至呢EFA萎缩 说这个都要逐渐的什么都要往下掉 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就没有办法再持续经营了 是这个这个他他蔡英文也清楚啊 赖清德也清楚啊 可是他们认为影响不大 他一句话就影响不大 然后就把他把所有的质疑或者是争取通通打了回票 他他不他不会采取任何争取的措施了 那你就断了意思就是你就断吧 对不对你断的话反正我的目标就是说 我们两边隔得越远越好啊 对不对最好老死不相往来啊 对对他不是要实质独立吗 对对他认为这种东西反而你中国大陆是糖衣炮弹啊 你是用戒以伤逼阵啊 披着糖衣的毒药 他认为他这个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想要要来这个好利诱我们台湾老百姓的 对 那你现在要不你要你要离开那正好啊 对不对 那你本来就是动机就不是真正要做生意的 你就是想搞政治的 是是 所以他不在乎啊 他还希望这个没有啊 那就变成那150亿美金 这个民进党的资料我看最多讲损失是150亿美金啊 150亿美金就4500亿台币啊 他认为根本无所谓 是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这个石斑鱼的话 对 那他就就拿台湾老百姓去补贴石斑鱼的业者就好了 又来了 又是用补贴的做法 因为农鱼在台湾的整个的产值 大陆的这个这个好市场对台湾这些产值是不大的 不大的 150亿他都不在乎了 你一两亿美金他会在乎吗 是 他不在乎啊 他就是说嘴巴上连嘴巴他都不愿意讲几句好听的话 对不对 他就说这影响不大 他当然就说他也不能讲这太轻 可是他心里面还有说你反正你就是想以伤逼阵 现在你们这些生意不要做最好 对不对 然后啊 那企业就要 桥归桥录归录 对那企业就要自己去承担 可能是从2%甚至到10%的这个关税 对 那你的整个生产成本一旦要提高了的话 哪来的竞争力 那企业不是不知道所以其实也有早就做一些因应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除了往东南亚国家移动之外 其实杰大使那你看这个中国大陆接下来你说他也早料到就是赖清德他们要这样做了的话 那一定就是准备要下一步就一步一步的来 好到底会有哪一些的做法 那是直接的终止ECFA吗 还是说有可能他一方面是终止 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你更多其他的选项 包括欢迎企业到大陆去做更多的投资 例如像是福建 他就不断的在最近强调这个示范区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新出来的政策 是有利于台湾的民间包括企业 还有甚至是一般的老百姓们 对他事实上是 就是让台湾人在大陆以在那个福建社贩区里面 他做长久的安安生立命的打算更方便了 比较近更接近这个国民待遇的 这方面不管你购物啊就学啊这些 洛籍啊入籍啊他都比较开放的态度 对那另外就是说你投资啊他当然他有更多的这种保障 对那也有人说这就是说准备停ECFA以后 很多台商要把他的生产基地转大陆的话 那要就算那我们就来福建的意思嘛 对它是一个示范区嘛两岸融合示范区 对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啦 不过我觉得台商基本上他们就说 他们应该也商人的这个动作永远快允政府 对对比如说嗅觉最灵敏的 像过去我们台湾有几家大的集结厂 他们过去说我都不会去台湾 我跟他们老板谈过 他们说我不会去大陆投资 后来看他们都去大陆投资 那他去大陆投资就变成就是说 他们现在如果台湾的部分 因为大陆你就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 你没有关税的问题 对你一劳永逸解决这关税问题 是那过去为什么还是从台湾出口的 到大陆就是说 因为这些项目是免关税了 等于零关税了 所以还在台湾生产 那如果关税又回来了又回到10%的话 那在大陆就没有竞争力了 因为韩国产品有优惠待遇 东南亚线赶上来的他也优惠关税 那怎么样他就把它原来的 这个生产供货的地方 从台湾的这个厂移到大陆的厂 那台湾也不会全关 可是问题就丢到大陆那一份这个市场的话 那他可能也会缩减 就变成就是说劳工会失业 就是台湾的话会越来越空洞化 对基本上就劳工失业 那这些厂的话 台湾的厂基本上 只要到中小企业他们都很国际化很灵活的 对他很多地方他都有自己厂的 他这种布局都是考虑到很多地缘政治因素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厂商倒是可以应付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台湾国内这些 台湾这些比如说机械啊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汽车领主件啊 纺织啊这些雇佣劳工比较多的传产 可能会造成很多官场 以后造成的劳工的失业潮 那这个就看民进党怎么去处理 那我也认为中国大陆就是说 AQFA这个问题它是阶段性的做 对 他也不会一次把牌打完 是一张一张牌打 那针对一个一个事件打 也就是说他不会立刻就是说 全部中止不会 那这样就像打牌的人都不会一次全部出完嘛 对不对 他都是要一张一张的出嘛 对然后用在刀口上 那刀口上 那我觉得像他原来讲实话 有国内的分析 有人分析就是说 看了那个项目基本上针对台数 因为台数事实上跟绿色政府的关系是很好的 是 所以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他在这个部分里面 大概就是说打这个AQFA 早中期当这张牌的时候他要考虑到 他让受害的是 不要是大陆的认为比较友善的台商 政治不是那么轻率的台商 他要打的是台独不是台湾 就是你台独意识 台湾意识要区分开来嘛 他要弄得很清楚 要不然你这个一枪扫射下来以后 人家发觉清大陆的厂商都挂了 那个暗地支持民进党厂商都还健在 还继续继续要大赚齐钱 对 这就看大陆的对这个台湾内部的所有的 这个政治情报的这个掌握 对 有多精准 是不是 你要精准射击的话就不要打散弹枪 还有一堆 不要机枪扫射 对 结果朋友死一堆敌人呢 都仍然健在 这个时候精准打击很重要 那就这就要看那个情报的时候 收集的怎么样 是不是 对不对 你对台湾内部有多少了解 对 对 那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陆这方面也是 也不容易 对 那要出手的话 你总要要找到一个机会 我觉得他一开始出手 目前都强强调 我觉得任何出手 第一个不要伤到自己 对 第二个 就是说你的 你的还是产生的效果 对 然后呢 怎么讲呢 对方也很清楚 你已经有动作了 大家也都很注意 达到那个 广泛周知的效果 像这次诺鲁这个事情 他就做的 应该算是达到这些效果 这些标准他都应该做到 对 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了 后面还会 还会不断的有 那就等你 现在就看你了 就是说今天牌丢过来了 对啊 看你牌在你手里 看赖清德跟肖美琴你怎么打 是 是 但我们没有什么筹码 就看而且他们也不作为啊 对不对 又不去对话也没有沟通 然后又说影响小 那就是等着挨打嘛 等着人家来出棒子啊 这个从政治利益对他有利啊 是啊 他们希望 故意的嘛 他希望台海两岸的这个 两岸人民的这个 相互仇视感恶感更加强 他要在台湾 要散布仇宗恨宗的意思的话 他光散布 中共大陆出一手 他就比他在这边散更有效 所以他也乐观其成 这是有符合他的政治利益啊 那你说台湾老百姓不满 或者说造成失业的话 那不会造成他立即的危机啊 是 对所以我认为他不在乎 我认为他不在乎 而且他认为他们内部可能的评估 还有这好这好事啊 对吧 所以才会这样做啊 赖清德稳坐四年啊 是 对不对 所以就看他一开始要跟大陆是硬着干 这稳坐四年你知道 我也听到有的人在质疑说 会不会根本坐不满四年啊 这就看赖清德他自己要摇这艘船 摇到什么程度嘛 是 对台湾就一艘船 你自己要摇 你要摇到什么程度嘛 对啊 对啊 摇到海水都把这个船都 一半都是海水的时候 你就 就你这个船长也 因为被船员就丢到水里去了 是啊 乘客也把你船长丢掉了 但是台湾就越来越虚弱了的话 其实是真的经不起再有惊涛骇浪啊 那可是现在呢总觉得是山雨欲来 为什么 因为在内部 刚刚这个街大使已经讲了嘛 对于赖清德上台之后的这个政局 其实是什么不看好 对 两岸关系也不看好 对 然后呢就大家要什么 还要自求多福 自己要做好一些什么 因应措施 怎么因应啊 街大使 我们也没有资本往外移的 我看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因应 是 我们就 我们只能希望那个 这个到时候他们要真的要打来的时候 要精准打击 要打的是对准台独好不好 不要对准什么 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无辜百姓啊 走到哪里去对不对 对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